Blessing Chapter 0 Part 2 Outline是什麼嘞? 首先我們要講 Section 4 是有關 Power Exponents 也就是指数函数 Session 5 有关 logarithms 对数函数 我们来看指数函数 Power's Exponent 图形你可以看到 在左手边我们画出指数函数 y等于2的x方 你看到它在x是负的值的时候 它是很小 这个蓝色的图形 在x正的值的时候 它会增加到很快 另外如果你把x轴倒过来 正的变负的负的变负的 也就是说你画一个2的负x方 它就变成黄色这条线 这两条线是蛮对称 尤其它跟你可以重新会画的 y等于x平方的函数是对称 而且你看它都会有三个焦点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运算上怎么算 运算上的话 所谓的指数运算就是问你有几个基底相乘 譬如说以基底为2来看的话 两个2这个读作两个2 乘上一个2就问你有几个2相乘 就是2加1总共有三个2相乘 那如果把基底换成x 运算是一样 两个x乘上三个x就有五个x相乘 然后把这个2跟3换成m跟n 答案一样 就是问你有m加n个x相乘 OK 好,再下来我们就想要知道说 这个我们常常定义的这个0次方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说x的一次方等于x x的一次方等于x 这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要藉由刚刚的运算来算出x的0次方 所以我们知道说0个x乘上1个x 那当然就等于0加1个x 那实际上还是1个x 那藉由此运算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定义出x的0次方了 它实际上就变成是x的一次方 再除以x的一次方 你就出来答案就是1 所以任何的数的0次方 它的答案都是1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x的-m次方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x的m次方 是m跟x相乘 那我们把x的m次方做一个变化 变成x的m-n再加上n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拆开来 变成x的m-n 然后乘上x的n次方 那下一步我们就可以这样 可以找到x的m-n次方 它实际上就会有一个m个x 再除以n个x 所以-n次方就是除的概念 所以下一步你把m 当作0来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找到x的-n次方 就是1除以-n个x的概念 所以它是放在分母了 另外,我們平常常遇到的是 是根號x的概念 比如說你有任意兩個數相乘 a乘以a等於x 那我就把x把它拆開來 變成是1分之1 再加上1分之1 所以呢,這個a它的概念就是 就是x的1分之1次方 那一般來講,我們都寫成 根號x 好,section5是對數函數 那我們剛剛已經學到指數函數的運算 就是x的a相乘 那這個東西就是一個指數 那你也可以寫成它是一個函數 就是y的x等於a的x方 所以這是指數函數 那下一個就是我們發展出另外一個 叫做對數函數 就是我們可以問說 以a為基底 y到底是a的幾次方 那我們剛剛已經假設 y是a的x方 所以這算出來的答案就是x 這個是對數函數 它是問你說 任何一個數 可以表示為這個基底的幾次方 問你這個是多少 那次方向是多少 我們已經知道說 100是10的2次方 所以如果我要問你 log 以10為基底 100到底是10的幾次方 那你已經知道是10的2次方 所以這答案就是2 所以這就是對數函數 另外我們在對數函數 裡面常用到的一個計算的方法 這個可以從指數函數來推動 你假設y1是a的x之方 x個a相乘 y2是a的y之方 y個a相乘 這時候我們常會算y1乘y2 就是x加y個a相乘 另外我用log 以a為基底 y1 那這答案是多少 答案就是x 然後再來我們算log 以a為基底 y2 那這答案也是很簡單 就是y 我們就發現到一個 這個計算的方法 就是log函數裡面 如果是相乘的話 那實際上可以講 可以拿到外面來變成這個相加 變成log a y1 再加上log a y2 這就是一個常用的計算 左邊的話我們有一些圖形 給你看 就是 以2為基底 然後 x當作變數 那這y的x的函數 這是指數函數 的對數函數 log2 x 那它的這個行為就怎樣 就剛好是這個黃色這條線 那我們之前有學過這個 指數函數 y2的x 所以這是藍色這條線 大家看到這兩條線 剛好對稱在y2的x 這條斜線上 那此外呢 如果你把這個 2換成什麼 變成2分之1的時候 它又是另外一個對稱 你會看到這個 淺綠色這個黃色這個線 那你看到這個 隨著x增加的時候 它怎樣 它會 這個 變成負號 那當然它會交叉在什麼 x等於1的時候 它們永遠是等於0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 對數函數